今年第13号台风苏迪罗预计将于10号前后进入安徽 并将给全省大部地区带来一次强降雨天气 那么为了应对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 安徽各地积极部署全力投入防台风防汛工作 受今年第13号台风苏迪罗的影响 全省各地高温逐渐消退 并将迎来今下范围最大的一次强降雨天气 明后两天是本轮强降雨集中时段 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这个台风对我们安徽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近些年来也是比较少的 重点关注点一个是我们大北山 另外一个像晚南山区 包括我们的江淮北部跟淮北 部分地区可能能达到180到250毫米的这种降雨 鉴于苏迪罗可能给安徽造成较为严重的暴雨洪涝地质灾害 省防汛抗汉指挥部启动了台风防汛应急预案三级应急响应 要求各地立即行动全力做好防范工作 上午长江马鞍山段将面风力达到四级 马河气度为每艘停泊的渡船都固定了两条钢缆 增强渡船的稳定性 同时安排工作人员24小时值班 加强对车辆和行人的管理 在安庆市太湖县的蔬菜种植基地 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人员到田间地头 帮助工作人员用钢管卡对大鹏钢架两边进行了加固 同龄市同龄县受地势影响 是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的一发地区 为应对台风 巡查人员开始清理一红稻杂草 巡查大堤 并安排人员对全镇所有二十座水库 进行了一遍地毯式排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